哈喽各位小伙伴们早上好 今天来看一遍华硕的玩家国度J97主板 这片主板是被售后聚保了 来看一下聚保的原因 多处氧化无法修复发挥 说是主板有氧化 先看一下氧化的情况 这售后可以的都给我指出来了 在主板的左下角 这边的几个三级管的引脚 是有一点腐蚀发明的痕迹 这是网卡的相关电路 再看一下下面 也是腐蚀发霉了 这下面这一块呢 是深卡的相关电路 虽然说这里确实是有一点发霉 但是都是一些深卡网卡的外设的电路 是不会影响开机的 我们接电看一下什么情况 按下开关之后 主板可以上电 debug卡跑00 主板没有跑码 给它拿万元表测一下 PCIe槽的复位信号 PCIe槽没有复位 看来这边主板的问题是硬启动故障 可能是供电方面的问题 既然主板发霉了 先处理一下吧 先把这个小贴纸和CMOS电池给取下来 把这一块发霉的粘东西给洗洗刷刷干净 就一点点的腐蚀 然后主板的背面也有一点发霉了 在主板背面这一块 判断这应该是狗鸡的环境 太差了 什么老鼠啊 蟑螂啊 在机箱里面爬来爬去 然后排出各种的液体 然后主板就被腐蚀了 可能也可能是家里养了一些什么宠物啊 猫啊 狗啊 什么的 你们见过进猫尿的主板吗 别提有多香了 需要一次我能进一年 把那些发霉的地方都给清理干净 再来开机试一下 还是跑零零 依旧不跑嘛 用万用表测了一遍主板的各路供电 测到这个南桥的M1供电发现不正常 有1.45V了 正常应该是1.05V的 这个1.45V严重的偏高了 这个供电不正常是会拉低南桥的APWROK信号的 会导致持续不正常 不会有复位 看一下这个电路的供电芯片 是RT8065 很常见 故障率很高 一般都是芯片坏了 直接把它给换掉 这个芯片在华硕的4代5代高端主板上面用的比较多 什么B85 Z97 还有X99的主板 把这个RT8065换掉之后 再来试一下 现在的故障变成了 开机风扇撞下就停了 然后Debug卡也不亮了 什么情况 难道把故障扩大了吗 本来风扇还能撞的 现在都撞下就停了 拿似播器测了一下 这个1.05伏的供电已经OK了 那真相只有一个了 就是这个1.05伏的供电 把南桥给干掉了 不多考虑 直接给它换了一个南桥 这个RT8065 简直就是南桥杀手 被它搞死的南桥太多了 换完南桥之后 再来试一下 哎 已经可以跑马了 没有装内存 跑了一个FE卡内存代码 这个故障修的比较多的是 这一款华硕的B85Pro Game主板 修了几十片了 都修出感情来了 这两片主板都是这个1.05伏 ME供电有问题 然后都是南桥坏 所以好多同行 修到这种故障 测到供电不正常 换了芯片还是不开机的 直接无脑换南桥就对了 再测一下这片主板 接上显卡显示器 内存硬盘来测试一下 按开关之后 可以顺利的跑马 也能正常的点亮屏幕 也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基本上只要带这个芯片的主板来修 十片里面都有六七片是这个芯片坏了 然后这六七片里面都会有那么四五片会坏南桥 OK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